早前熊戴玲突然与郭富城划清界线 有指因有人不满他过分高调谈论练情 惹来分手传闻 传闻热潮几天后 郭富城终于露面 他现身公开活动时 公开力称熊戴玲 表示某些媒体曲解熊戴玲的本意 作为朋友自己会想保护他 但当被问到两人是否分手时 郭富城却拒绝回应 其实大家一直都很担心 而且大家一直都很关注 我的感情世界 但是我想那么多年 一直都一直又一次跟大家说 其实我的感情世界 真的 不希望常挂在口边 可能 因为是自己的性格 我自己的性格是这样 我不会介意 身边我认识的女孩子 她们有一些时候 去谈一些工作上面的话题里面 我完全是不介意 但是有些时候 在过去有一阵日子里面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误会 可能在报道上面都会误会 比如说Lina 她给大家觉得 为什么 常常给人家误会她 那我觉得她已经受了很多的委屈 所以我想 那我是希望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上面 我是小孩子 然后我希望 能够在我的感情世界上面 大家让我有一个 有一个空间给自己 然后希望 让我们有一个良好 正常的一些空间吧 被问到现在的感情状况 郭富城狂耍太局 要求媒体把焦点放在她的工作上 又重复之前 被追问婚事时的官方答案 表示一切甚其自然 当被问到熊戴玲 是否自己的结婚对象时 郭富城表示要再想想 其他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想就是这样吧 就是还是一直说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对我的感情世界的关注 当然我们在身处在娱乐圈里面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 想多一点了解 你现在的感情状况是怎么样 老实说我想 我还是以工作为主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感情生活当然是 会放在第二位吧 因为我觉得男生还是以工作 为自己的理想去做好准备 因为你要好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你才会找到你一个 欣赏你的工作的能力的一个女孩子 我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大家 有些时候我不谈太多的感情生活 是因为 我觉得还没到 也希望大家就是要 转移到 不要再我老是去看到 我自己的感情生活是怎么样 反而是多留意我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努力 我工作的方向 这个反而重要 所以 有一天 国务城要承扎历史了 那我肯定会公开的 因为那个时候 你是对你 对方的一种承诺 一旦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我想 也希望大家会祝福我吧 国务城这么表示 证明他还是想把跟熊带琳的恋情保持现状 注意早前因为主动与国务城划清界限 而一只闷闷不乐的熊带琳 在国务城发表护灵论之后 心情明显好转 就算被狗仔队贴身织访 他也一样带着父母往中环半量喝茶 被问到对国务城的言论有什么表示时 熊带琳全程封口 但是却笑个不停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